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们已经上升两条线了 那我们要开始计时 计时五分钟 所有的食材就会完全的软化 像下面的那一锅汤跟上面的蒸马铃薯就完成了 所以其实这道菜啊 我们把食材放下去之后 大概就是五分钟的时间而已 有没有觉得做菜好轻松 假如说有这样的工具来说 我会觉得这种做菜非常轻松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等它 对 等它一下咯 那我们就等它一下咯 好 那我们已经卸鸭了 那我们就可以来看看我里面的两道料理 有没有蒸卵或是煮卵 好 把它打开来 好 你看一下这个形状还是都在 它非常漂亮的 而且软了 而且软了 对 好 那我看一下我里面的这个 里面的南瓜有没有软 可以看一下喔 南瓜可以很轻松的方式 这样把它切下来 所有的材料都可以很轻松的 切断五分钟而已 其实我们南瓜一般来煮的话 假设用一般锅子煮大概要花很长的时间 一般南瓜的话起码二十分钟以上 对 而且像一般的锅子的话一次只能做一道料理 对 那我们的锅子可以一次两道料理 而且两个的味道不会冲突到 没错 对 好 那我的南瓜浓汤呢 我现在呢要来先把它加工一下 我要先来把它打蛋 好 对 好 那我准备一个就是 均质鸡 那我把它打成泥状 那如果你煮的不够软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打成泥状的 好 对 我直接这样子在里面做搅打 那其实我觉得这道料理非常的营养 就是小朋友平常不会喜欢吃红萝卜 不会喜欢吃洋葱 然后甚至南瓜也不喜欢吃 那你全部把它混在一块 它看不到这些食材在里面 可是里面的营养它都可以吃得到 而且也不会有它们那么排斥的味道 对 反而是可以吃到南瓜的甜 洋葱的甜 而且这颜色非常的漂亮 对 老师刚刚说到南瓜的颜色很漂亮 那假如说我们在挑南瓜的时候 该怎么样去挑 会比较好 其实料理的部分 我通常都是去市场 我跟南瓜说 老板你帮我挑一个比较甜一点 那我今天买的是栗子南瓜 所以这个南瓜 其实跟一般南瓜也不一样 对 好 把它打散喔 如果你今天煮的不够软的话 就是没有办法这样子搅打的 对 所以它看起来就很浓稠了 很浓稠 打软 OK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你可以帮我拿一个容器 我要来清洗这个 你可以拿一个小碗就可以 可以里面装一点水 那我稍微把它清洗一下 可以了 然后我来把它清洗一下 好 好 直接在里面做清洗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先放旁边 那我的南瓜浓汤呢 我里面呢会放一些虾仁 对 我现在先再开火 然后里面再放虾仁 我刚刚虾仁没有一起下去煮 我就是最主要是我怕虾仁再进去熬 一起下去煮的话 它会变过老 对 好 那我现在把我的虾仁放下来 好 好 感觉我的这个南瓜浓汤有了虾仁之后 就变得很有价值 没错 味道就会不太一样 对 然后你可以加一点点的盐巴 对 然后 对 然后黑胡椒 一点点就好了 我盐巴只有一小匙而已 好 黑胡椒把它放下来 我们也是用很简单 然后比较容易取的调味料来做调味 好 然后最后 淋上一些鲜奶油 增加它的滑顺度 一点点就好了 或者是用牛奶也可以 这个比例我们就是 看个人的喜好来拿捏了 自己看个人的喜好 对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我的南瓜浓汤就完成了 对 对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盛盘 放到一个漂亮的碗里面 那虾仁稍不多煮到 呃 变颜色就可以了 变色就好了 不用煮太久 好 这是南瓜浓汤 我帮你装一小碗好了 好 我先装一小碗 汤匙把它舀起来 哇 有没有觉得很浓稠啊 而且这颜色好美喔 好 好 把它纯装起来 等一下在试吃的时候 要小心喔 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的烫口 好 完 我先把它关火 把它太烫了 对 好 好 小心喔 好 那先让它放凉一下下 因为我等一下再把我的三明治把它做起来 那到时候再一起试吃 那就不会烫到嘴巴了 对 因为刚开始煮起来好烫好烫 好 我现在把它放过来 那其实啊 如果你想要再多吃一些蔬菜的话 你也可以把烫过的花椰菜一起把它放下来 对 这也是一个方式 也是一个方式 对